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聽今天的報導全世界 我們今天難得邀請到的是 新台灣和平基金會的董事長王美秀 美秀好 宏儀好,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邀請美秀是因為 過去這段時間 美秀有一個事情在奔波 它是519白色恐怖記憶日 你是籌備會的召集人 我看小英總統金中西召見了你們 行政院也同意 519白色恐怖記憶日成立 每年的5月19號 接下來就是要紀念 我先請教你 為什麼你要去撒這個活動 我是一直覺得這是20幾年前就在想的事 因為我們都知道白色恐怖影響台灣很輕 而且這個時間很長 它從1949年一直到1992年 就長達43年的時間 這年長的時間有2萬幾人受害 2萬多名的前輩受害 受到牽連的這些家屬 大概有20幾萬人 甚至我們建國社會也受到很大很大的傷害 我不知道 宏儀你會記不 我們小時候 北部都是跟我們說 你絕對不可以插政地 小人有心無嘴 你出去不可以 我不會說話 建設要把你抓起來 這個都是我們成長的記憶對不對 我不好意思 我可以插話 其實我小時候 那時候都會有老共的空飄傳單 你不知道該收過嗎 我在做禪的時候 禪你就繞得對 他們大概用空飄氣球 然後大家破掉以後 然後就散發下來 然後我就看到他們寫 蔣經國把它畫成一個豬頭 不得了 那時候你知道那種宣傳就是 把蔣經國 這個蔣介石宣傳成是什麼民族救星 什麼什麼偉人 我感覺有一個豬頭 我感覺他還是很震撼 我母親就說 要不可以看 要上來去警察教授 我想說 第二個怎麼這麼大膽 第二個這個事情有這麼嚴重嗎 確實我們小時候說到疑似 說起來我不知道什麼很疑似 小時候 第二個就是說到疑似似 大人就像說大膽子 不敢說了 第三就是政治不能插 你最好去創業做老闆 如果小時候沒辦法做醫生 你就去創業做老闆 大概是這種方向 鄉下都是這種 對啊 所以這個恐懼 因為那時候很多人 莫名其妙就被失蹤 對 被抓去 所以蔣經國社會 實在都嚇壞了 所有的家庭都很怕疼 很恐懼 那這整個社會 籠罩在這種恐懼的氣氛當中 長達43年 這麼長的時間 但是我們的社會 我們經驗沒有一個紀念日 沒有一個記憶日 來記得來反省 或者來深思 這段時間對我們台灣的歷史 對我們台灣社會影響是什麼 我覺得不太對勁 所以二十幾年前 有一次我跟我的老朋友 曹清榮先生 他長久以來就是在做 50年跟60年代的白色恐怖 一些受難前輩的一些口述歷史 那我問他說 為什麼我們沒有一個紀念日 他也打不上來 所以這個問題就在 二十幾年前就悬在半空中 凍結在某個咖啡廳裡 後來二十幾年 就是去年大概六月 吳亦堅就讀到陳烈老師 寫的一本書叫《殘骸書》 他主要是《白色恐怖》 這些過往的歷史 他用很動人的文字散文 來寫那段過去的記憶 歷史的記憶 也寫出很多前輩的故事 我看了非常的震撼 陳烈就是那個烈是 陳烈的烈 明烈前茅的烈 明烈前茅的烈 真的就叫陳烈 所以這本書其實都大家沒來看 他主要是寫那段歷史 他留下的很重要的歷史記憶 就很有信心 然後我就開始去進行這個事情 所以我就開始去拜訪 白色恐怖還活著的前輩們 現在很多都八十幾歲 九十歲 包括蔡坤寧前輩 蔡寬玉前輩 陳總統 呂毅等等 還有楊碧川等等前輩 一個一個去拜訪 結果我很意外 所有前輩都異口同聲說 是啊 應該要有一個白色恐怖記憶日 所以所有的前輩都同意 信心大增 就開始推動了 所以在去年的九月 我們就組了一個籌備小組 開始殺這個事情 一步一步殺 所以到今年四月十八 他的行政議長在行政院會 宣佈說 五一九作為白色恐怖記憶日 真好 其實大家都想要 但是沒有人去整合 今天就你來整合這樣子 好棒 那白色恐怖 大家都知道台灣二十八 一九數千年 好的 二月二十八號發生 白色恐怖跟清香屠殺 二十八跟二十八 他不一樣是在什麼地方 對 白色二十八其實就是單一事件 雖然他是二十八 二十七晚上發生 二十八 他是一個單一事件 雖然說他可能延續到三月中旬左右 三月八號由嫁人大屠殺開始全島 全國大屠殺 蔓延 但是他比跟差不多三個月 三月底左右就漸漸沒去 但是白色恐怖 後來展開了清香 就是因為國民黨 他政權要過來嘛 金甲教的政權要過來 他很怕說有很多台灣的一些地褻粉絲 還是反叛分子的感到他歡空 所以他就開始展開這個清香活動 有 清香活動就是後來不太恐怖 他一個一個一個 他認為說你是 因為他在大陸的時候 他中古的時候 去共產黨退化 所以他在日外台灣 尖延台灣的時候 他就想說 有人好一點點蛛絲馬跡 有共產黨的這種 嫌疑的一點點 嫌疑喔 不是真的有 所以你只要讀一點點左派的書 或者是一點點那種蛛絲馬跡 他就把你抓起來 就把你撞掉 所以這個叫清香 清香活動開始 後來就一連串的這種 逮捕行動 從五零年代 六零年代 七零年代 八零年代 所以這個我們就統稱為白色恐怖 所以白色恐怖時期非常的長 43年 對 那為什麼叫白色 這是國外的一個名詞 因為不是說台灣有 其實國外都有 對 所以 這是白色的什麼意思 好 好問題 我會再去了解 不過我在想 我舉幾個故事 因為這個故事 讓我們現在回憶起來都覺得很心疼 所以包括這個 其實跟日立法也相當有關聯 因為日立法 事情發生之後 其實經濟的地區分數都失望 對這個 本來是對國民黨政府充滿期待 對 就是說祖國 要回歸祖國 結果來 迎接來是228的大屠殺 對 所以228事件以後 很多知識分子 很多台灣的一些 一些年輕人 都18 9歲 20歲左右的年輕人 他們開始失望 所以很多人就會參加 這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 因為他認為說 要借共產黨的力 對 要來推翻國民黨 所以那時候 可能有一些人 自己 共產黨的地下組織 但是那時候的目的 是要推翻國民黨 或者有些年輕人 是讀左派的書籍 事實上那時候 很多年輕人很有理想主義 對 那時候的共產黨 跟現在的共產黨 就當時是打著這個 理想主義 進行一場革命 對 所以那時候的共產黨 跟現在的共產黨 都沒有什麼一樣 對 對 確實 所以那個時候 有一個年輕人 我現在說他的名字 是讓我們 聽他的故事 覺得很辛苦 他施辱真 他的故事 他的故事 怎麼會讓我們 聽起來很辛苦 因為他躲在牆壁 跟牆壁之間的 兩公尺寬 他住了18年 那個乳 就是三連水 那個女生的女 是不是 不是 他是儒家儒 珍是珍珠的珍 OK 對 他那個時候就是為了逃避 十多年 對 他為了逃避 國民黨的逮捕 他因為自己 受傷不足 所以他就逃亡 逃亡 逃亡之後 他們弟弟 就把他躺起來 他們弟弟是水泥公 所以他們弟弟 就在他處理的一個牆壁 牆壁跟牆壁之間 他自己 他弟弟把它割出一個 兩公尺寬的一個空間 就把他公公私主增殼 借在裡面 借18年 對 他這18年 他這18年 中間 他们的女孩还小了 所以他半夜的时候 他只敢利用半夜的时候 溜出来 去把他们的女孩已经睡了 把他摸摸头 摸摸脸色 做一个爸爸的修念 他的女孩 再去的时候 他们的女孩去上学 他们弟弟就告诉他 他的女儿会跟叔叔讲说 早上有望着 有人来摸他的头 摸他的脸下 这个爸爸很心痛 所以他在两公尺宽的这种墙缝 就活了18年 对这是其中一个 另外也有那种 那时候风声鹤唳 那种心中的 心中的恐惧 心中的害怕 惶惶不可终日 当时人家要来捏 对 然后太太 欠一个女孩去探钱 对 太太就要扛下这个假计 他其实也很 可能也很担心 女儿懂事以后 讲出去 去学校说 我爸爸纏了我回来 这不得了 对 所以他不得让女儿子知道 就是 只能他睡着的时候 去摸一下 看看 对 另外一个前辈也是 他在绿岛关了33年 都是50年代进去的叫 租尾皇 不是伟大的 伟三 伙字旁的伟 伟是伙字旁的 一个皇帝的皇 对 那他在绿岛住了33年 他冠他出来后 是 回去家里 就是北部都过身了 只剩弟弟而已 弟弟跟他的家人 但是因为离开太久了 所以 他弟弟跟弟弟的孩子 他都跟他们没什么话说 所以他一直觉得 自己好像这个家的局外人 感觉有点格格不入 所以那天 那年的过年 他又回去绿岛过年 是 他冠他33年 没所在乎去吗 他就是感觉 他还是回去绿岛 结果在绿岛放来放去 后来 我的老朋友曹星成 后来有赌到他 他说 你不是已经冠出来 你又回去绿岛过年 他说不出那个苦楚 对 他说 我还是比较习惯在这里过年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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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已经33年 回来 对 已经整个家庭都格格不入 那是悲剧 对 容不尽自己原来的家庭 对 可怜 对 还有再讲一个故事 再讲一个 可以 所以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新台湾和平基金会的董事长 王美秀 美秀推动了519白色恐怖记忆日 这个现在大家都非常的认同 包括总统 包括行政院长 整个政府部门都通过了 也就是说未来的5月19号 那么这一天都是白色恐怖的记忆日 他不放假 但是那一天要纪念 对 那为什么是5月19号 是因为1949年的5月19号 这个蒋介石正式颁布戒严令 是 那1949年的5月20号的凌晨 就开始实施戒严 台湾从此实施戒严 所以说 改严是在198千年改严 可是1987年之后 到1992年 我们的刑法100条才修正 那这个事实上对台湾人来讲 刑法100条也是做 很恐怖的事情 那么所以1945年 日本战败回去以后 陈以政府 陈以政权就过 陈以政府就来了 那1945年 这个来之后 到1947年 发生228 就欧兰部 贪污腐败 台湾人 冻不住 发生临江脉事件 这期228事件 那228事件 他们就来政压 所以到3月中 大概就 该杀的被杀光了 那现在讲的是 1949年5月19号的 台湾开始实施戒严 一直到1992年 这段时间 叫做白色恐怖 那白色恐怖 现在我们要推动 每年的5月19号 记得这件事情 那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网美秀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广告 好 欢迎继续收听 我是郑鸿宜 我们今天邀请到 新台湾和平基金会的 董事长 王美秀小姐 那美秀呢 推动的519白色恐怖 记忆日 我刚刚讲的是纪念 事实上这目的 好像不只是纪念而已 它的目的还有哪些 对 主要是记忆 因为我先不用纪念日 用记忆日 因为我们台湾人 是善于忘记 遗忘的民族 善忘 善忘 所以我们希望说 因为我们没有 历史的记忆 其实是民主会很脆弱 为什么这样讲呢 如果一个民族 这个民族 如果没有历史记忆 这个民族 要怎么定义自己 如果一个国家 没有历史记忆 这个国家 它的文化底蕴在哪里 这个国家的精神 精神支柱在哪里 所以 一个历史记忆 好像一个国家的筋 一个国家的根 就像印度有一句谚语说 不管树的影子有多长 永远都离不开树根 所以那个筋 我们的历史记忆 就像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的根一样 那这个根如果不够雄壮 不够稳固 上面的民主政治 就会摇摇晃晃 我们台湾就是因为 我们过去经过这段 这么这种残酷的 或悲惨的 或者是很 树杀的这种 白色恐怖的年代 43年 但是我们社会 并没有去进行一个 大的反省跟检讨 所以因为 我们轻率的 把这一页历史 就翻过去 所以国民党 他曾经是 这个威权时代的帮凶 也是这个 威权统治的这种一份子 可是这个政党 完全没有经过反省 检讨 所以他们就很轻率的 很容易的 就进入到民主时代 利用民主时代的游戏规则 所以他就现在 就在立法院跟你贾罢兵 而且还比民进党的 席次还多 对 所以我们的民主政治 就会变得非常的脆弱 摇摇晃晃 所以我觉得历史记忆 要重新回来 重建我们的历史记忆 历史记忆要稳固 顶管的民主政治 才不会摇摇晃晃 这是我最根本的 一个想法 是 那推动这个历史 519白色恐怖记忆日 其实有三个目的 对 第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应该 要让这些 犧牲的这些前辈 他们是莫名其妙 整个人生青春 就被国家暴力这样掠夺走 对 我们需要让他们 一个历史的交代 我们不能让他们 白白牺牲 这是第一个 第二我觉得 我们这些受难的 不只前辈 整个家属 都受到很大的伤害 对 这些家属 未来 我们的家属也好 我们的全本也好 有一个记忆日以后 他们就可以 在这个日子 可以来追思 缅怀自己的亲人 对 甚至我们建国社会 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日子 可以好好沉淀 反省 思考 台湾的历史记忆 对我们这代 跟对我们后一代 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要继续什么样的教训 谢谢 这是第二个 第三 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历史记忆 可以一代一代 传递下去 特别是传递到年轻世代 对 因为我们的少年世代 一代一代一直出来 他们对过往的历史 没有什么幸福 无感 对 甚至他们任意 利利伯和白色公布 可能就是一个 专有名词而已 对 那如果年轻世代 不了解历史 没有历史记忆 我请问你 他们要怎么去 定义自己 定位自己 对 他们要去理解 说台湾的民族 自由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是怎么走过来的 他们都不清楚 你有看到那些新闻 说有一个台湾 学长在二二八的时候 在庆祝 对 那个就是完全对历史空白 好像是 是阳明交大赛 对 校长 对 所以 年轻世代如果没有历史记忆 他们要承接台湾的未来 他们怎么去 去知道说 我们的民主政治 是怎么走过来的 他们怎么去分辨 民进党跟国民党 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怎么去看透 柯文哲的虚妄 如果是这个 这个人 假设他是一个 他如果看得越清楚 他有越历史的这个记忆 他就也能够看穿 一个政治人物 他的虚伪 或者他的这种虚妄 他的投机 你会看得一清二楚 他如果说也是 那种政治受难者 他是家属 所以他完全没有历史的繁星 这个历史繁星 他当作是一个 以政治的工具而已 不是吗 他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你没有帮过他吗 有啊 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帮忙他的 那有你怎么会没有 没有发现他 对啊 那个时候我们就 就是觉得 被他迷惑 被他那种 但是不要你会看穿 看透 对 是 因为你有历史的底蕴 来看很多政治人物 你就会看出 谁是投机的 谁是虚妄的 会看得比较清楚 是 那现在后面的是 新台湾和平基金会的 董事长王美秀 这个刚刚美秀讲 这个519白色恐怖 是从1949年5月19号 蒋介石宣布戒严令 然后隔天就开始实施了 那这个戒严 就是动结台湾人民 憲法改有的 集设 结设 言论 出版 各种宪法的权利 那 不是这样而已 这个 后来他用了非常多 残酷 暴力的手段 对台湾人 这个任意的 逮捕 刑求 监禁 甚至于枪杀 这个是秘密的 是秘密的 秘密进行 那就因为这么暴力 这么恐怖 所以呢 台湾人人 因此就很害怕 对 所以我看到传单 妈妈说不可以看 不可以说政治 最好不要插 台湾人因此恐惧 晋升 冷漠 所以 要参加一个人 就因为你 可能要跟他拼 那 生命 家里有安全上的问题 那 因此 人格也受到的 扭曲跟分化 那台湾变成对立 你又跟你说政治 你又跟你说政治 白色恐怖 说到 很少 不要再说 好像讲的人 是反而变讲的人 不应该 对啊 他就是希望你不要讲 对 这样他们就控制 你又再知道对立了 意识形态 不要理意识形态 有饭后吃就好了 三两个肉就好了 这个是台湾 其实蛮恐怖的事情 对 很扭曲 很扭曲 我举一个例子 因为德国的例子 刚好跟我们是完全相反 他们是勇于面对 自己的伤口 自己的历史伤口 他们在二次大战前 你知道那个纳税的铁蹄 整个蹂躏了整个国家 夺走五百万犹太人的生命 很残酷 那整个社会 其实也受到很大的创伤 但是他们在前后 他们经过好几波的 历史的大翻新 他们不仅用政策 他们用文化 他们用压平 各种手段 就是要让他们的社会 不断地去看自己的历史伤口 对 所以他们在他们的市中心 他们的柏林 他们的首都市中心 国家的附近 在布兰登堡的大門的附近 他们设立了一个 欧洲人犹太被害纪念碑 那个纪念碑是 2711个纪念碑 弄得像石棺一样 好像九头刮叉 一口一口 一口接一口 在他们的市中心 对 所以现在已经变成 世界上有名的历史记忆景点 他们是始终心 把他们的历史记忆 历史伤口摆设在那里 让他们的国民有机会就去看 所以他那个成立以后 学校就开始组团 让年轻孩子可以去看 可以去了解这个历史 对 我们逗兵 我们在市中心 中正纪念 当 现在又放一扇 当初在白色恐怖时期 他首批很多 本来不该死的很多前辈 就是因为他写一句是枪杀可业 很多武器徒刑 后来都被改判死刑 就是蒋介石批的 这个是那个时代的独裁者 也是杀了很多台湾人的独裁者 对 他的胸还放在 他的大的雕像 现在还放在我们的市中心 中正纪念 接受大家的赞扬 这是对台湾的民主很大 对我们的全部都是 很大很大的武器 对 好 这个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这个新台湾和平基建会董事长 王美秀 美秀你自己的 我记得你是台东人 对 对 可能讨大学去台北讨 你如果要去出入安博做记者 那你是家里也是受难者吗 不然你对这个事情 怎么这么有感 我不是 但是从小我父亲 他们都不让我知道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台湾比较不少 那么严重 对 但是我们北部总是有亲人 在高雄 在其他的官司 朋友 对 所以大家都知道 你日常发生的事情 所以回来时都不让我们知道 然后就越让我不让我知道 我就越想知道 但是不敢问 那个时候父亲毕竟还是 比较权威 所以你问我说有什么 可能是天生有一个基因 就是对历史较有刑处 对这种不公不义的事情 特别看不过去 对这种 所以我在二十几岁 所以要称呼你侠女 所以我知道比较晚 虽然是觉醒得早 但是我在高中的时候 开始读博养的禁书 台东女中吗 对 但是一阵看了 后来上大学 这个又有点淡忘掉 大学毕业以后 才又接触党外杂志 对 接触党外杂志以后 就整个世界就天翻地覆 就开始想要去了解台湾的历史 对 所以 你台课叫什么 英文 英文系 对 然后专门看党外杂志 党外杂志影响很大 你看 所以你注意看 博养的切影响这么多人 很多 其实我也看 是 大家也很会批评中国人 是 然后 丑陋的中国人 丑陋的中国人 对 古代的中国的帝王 等等 对 然后 这个 党外杂志 其实我也收党外杂志 英文很大 因为我国际 以前的电信教 他就会买党外杂志 回家看 那我当时读高中 我其实受他影响蛮大 对 所以党外杂志影响很大 很多 启蒙了我们整个世代的人 启蒙 不然还有阿伯伯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不要小看这种书 不要小看 比方说一个节目 不要小看你一起演讲 不要小看 这个 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你现在做的这个 白色恐怖 519白色恐怖 记忆日 这个事情影响会很重大 不知道 只是觉得 当然不是我一个人 我只是揭竿而取 但是 总是结合很多很多人的地位 跟很多人的勇气 很多人的力量 对 把这些事情一步一步 向正常 特别也要感谢 丹局局势 因为他本身也是 政治受人之 所以我去拜访 他要推策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一天就知道 这些事情的严重性 更重要性 所以他也在幕后 大力的在促成这个事情 所以后来总统也好 行政院长也好 特别是蔡总统 他可能 因为丹局院长的 这种 跟他的这种交情 他跟他说明这个事情 进一步 促成我们去 跟总统记敏 对 跟总统讲了这些事情以后 总统就非常清楚了解 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所以脚步就加快了 所以他就责成行政院 要赶快去处理这个事情 让他成为国定纪念日 所以行政院在四月十八 那天的院会就算佈 算佈说五一九 定为白色恐怖记忆日 是 我想未来 每一年的五月十九 如果是纪念 不是回忆而已 也是一种体制 就是说提醒我们 不要再重蹈覆策 那么也警惕 所有的政治人物 所有的台湾人 这个事情实在是 非常的残忍 然后也不应该 同时也告慰 过去那一些受难者 因为受难者 你刚刚讲 其实是政治案件两万多件 那么受牵连的人 可能达几十万人 我想超过二十万人 对 那这个 内容真的 说要去共产党 真的共产党 其实没贵了 对 而且那个年代 其实可以理解 对 因为那时候 共产主义也在赏心 然后大家 那个时候的年轻人 很容易受那一套影响 因为那个是 对他们讲是一种理想主义 特别是看到 那时候国民党的腐败 所以向往这种共产主义 那是可以理解 那个时代 是 那么 美秀刚刚有讲说 其实他还要再讲故事 因为我也是 访问了汤德璋 这个 这个电影的导演 那才知道 所以没有人去 哦 我们都不知道 汤德璋 对 那最近 你有看到 你也有去看他的记录片 那 最近 这个在 美国 哈佛大学 中国驻美国大使 你有看到 他去演讲 结果 我们台湾孩子 一个年轻的台湾孩子 在那边强烈的抗议 才知道他是谁的 曾孙女吗 是 斯江南 那斯江南 也是过去 国民党台去的 那最后 老实讲 他的音讯全无 但是那是台湾 听说是第一个 他要破书 是这么优秀的人 但是被国民党杀掉了 而且 到最后都没有讯息了 那 所以台湾发生这样的 惨痛的历史的人 太多了 但美秀 要再讲故事 等一下我们继续 好不好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继续 收听 波动转世改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新台湾和平基金会的 董事长 王美秀 美秀 也是 519白色恐怖记忆日 筹备会的召集人 现在 现在推动非常好 很顺利 从此以后 政府核定在 每年的5月19号 这一天就是个 祭忆日 祭忆日不只是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 当然不要忘记 要有很多活动 5月19 5月19 有一个 比赛恐怖 景美纪念年区的活动 那是什么活动 我们就是 因为 虽然是行政院 有宣 宣告说 519 以后的519 就作为 白色恐怖记忆日 但是我们总是 要有一个 今年是第一次 第一次 一个生日大会 一个宣示大会 跟社会大会 宣告说 我们就是从今天 开始启动 519白色恐怖记忆日 所以有一个 纪念的活动 要请大家 共同来参加 在金美人权 国家人权园区 5月19 有礼拜的会报两点 两点 是 那你刚刚要讲说 因为 白色恐怖有两万 几个政治事 政治案件 那侃连的人 这个有 二十几万人 是 那其中很多 都被处决了 我相信 那个处决不得了 是 那你刚才说 还有什么故事 对 我想也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觉得蛮 后来我知道以后 觉得很心痛 那其中有一个 前辈叫做黄温公 他在五孔年代 被枪决的 那他 他被枪决前 有留下遗书 其实很多前辈 都有留下遗书 对 那这些遗书都被 国民党统治当局 扣押起来 扣押了将近六十年 所以 不敢看 对 其实 他们下的内容 都一般的家书 然后跟家人道别 还有一些 牵肠挂肚的一些事情 思念亲人的一些事情 只有一个家书而已 对 国民党就是 不得给他们的亲人 所以 黄温公的家书 扣押了五十八年 后来他的孙女 孙女后来 辗转听到说 好像档案局开放了 可以 家属可以申请 所以他孙女就去申请 爸爸 他们阿公的遗书 后来申请到 所以 他的 女子黄春兰女士 也是一个教授 对 他也是五十八年 看到 他爸爸老的遗书 记忆 有一瓶 一瓶 是要给她的 对 他那时候 只有两瓶子而已 你知道吗 对 所以 他拿到 他爸爸的瓶子 痛哭流涕 那这个 黄春兰女士 后来我去高雄 对 有问到她 在一场演讲 有听她说 去 她的故事 她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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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到老的时候 已经有一点失智了 但是 她妈妈 虽然失智 但是 每天 起床的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在找她的身份证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 她爸爸去 让她抓去关 警总就是 三天两头 就要到家里来 就要查 你的户口名簿 你的身份情 所以 她妈妈 年老八十几岁 失智 她的女儿 黄春兰女士 她就每天 她就家里要 影印几十份的 那种身份证 影本 她每天都要放在 她妈妈的 那个水深的 小皮包 因为妈妈 每次的眼睛 如果要购金 就在找她的身份证 就会难难自语 说 我的身份证 在哪里 更快拿给我 更加警察 我如果来 我如果没给她看 我会去抓去关 好可怜 她已经失智了 她对她的女儿 对她的孙女 都不太有印象 名叫不出 但是 这件事 这个恐惧 永远永远 深植在她的心里 对 刚刚你讲说 家书 是 其实家书的 感染力 我认为是最大的 是 你会记得 妈英叫 全几岁的这种国 她不是看到了 语气 诀别书 就林绝敏 她就哭得非常厉害 我讲实在话 我觉得她看到 林绝敏的语气 诀别书 哭 我觉得可以体会 可以了解 因为林绝敏 她想要革命 然后她写了一封 说我们永远 太太我永远不能够见面了 这样子 我觉得那种痛苦 那种心里面的决绝 是真的是 就是会让你感动 所以马英九 看了以后 她有感觉 她哭了 可是你刚刚讲 我们这个 也都是家书 都是要被国民党 枪决的人 要学的家书 也是写给我太太 写给我小孩 那为什么 他们不看呢 他们看的不会掉泪 为什么看的林绝敏 会掉泪 看到我们台湾人 被你们枪杀 不会掉泪呢 那同样是家书 你看科企划 是怎么删给他们 他要出书 其实我有一次去日本 刚好碰到了 他们做一个展览 我本来没期待说 那是一个 很丰富的展览 很感动人的展览 你以后才知道 说很感动 那是什么展览 就是日本打算 要跟神风客工队 什么时候就是说 我那时候 要出去就是要自杀 驾着飞机 然后就撞美国的航空母舰 他们就留遗书 对 要写遗书 就早上要出门前 这个长官会给你喝一杯 清酒 那喝完那一杯 你就要上路了 在前一个晚上 就让你写信 就是说你写一封 你最想要 这个 就是跟他告别的人 大部分人都叫妈妈 因为那时候都年轻 十八九岁而已 有些没有女朋友 有些没有结婚 但有些是有女朋友 写给女朋友的 有些是已经结婚了 是写给太太 我说起来 我看没有一个没靠 要靠 大家都 理想起本人 又很 很节制 对 很内敛 很内敛 很约束 对 所以他们的脚 都穿着穿着 你知道吗 你就知道发现说 这里穿着也穿 但因为他写日文 我看不懂 我自己没有哭 我就不好意思 但是我知道他们都 很感动 很哀伤 可是那里面有台湾人 那里面有 从屏东起飞 从龙潭起飞 从哪里起 新竹起飞 的台湾人 因为那时候是日本统治 所以台湾的有些年轻人 他也被训练为 神风特工队 日本那几个双团 都有自愿的 事实上 自愿的人很少 因为那里面有写 就是说 虽然我被称为自愿 事实上我内心 其实是不自愿 但是我不得不答应 因为我如果不答应 那个家族就很丢脸 我自己也活不下去 所以他们也得去 可是都是写出 对妈妈的爱 对太太的告别 对女朋友等等 那里面有几天 我是中文的 我就看有了 家书 那也是家书 那家书的穿透力 就是每个人都会哭 你就是会感动 为什么我现在 不好意思 我这样讲的就是说 为什么国民党不把家书 交给他的家人 不敢公布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残忍 对啊 就是他知道那个事情 他们是无比的残酷 才会不给家人 对 扣押了58年 将近60年 对 所以未来我们希望说 像类似这样的故事 能够更多的台湾人了解 对因为这些全部的付出 他们很多都在18 9岁 20岁上下 对 他们就被国家暴力 这样突如其来 你扮这个活动 国民党没人帮来 说我真的要跟你们 一起来反省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大笑三声 因为不可能 不可能 就表示他还没有反省 因为他没反省 所以他没反省 表示这段历史 因为我们没有经过反省 对 国民党也没反省 所以他们就希望说 这段都厚厚掉 都厚厚掉 是 这样他们就能在这个 游戏规则 民族的游戏规则里面 他们就可以上下棋手 是 所以这个整个社会的价值 是非就非常的错 因为刚才有听你说 我相信你一定有去德国看过 对不对 我们再讲一个 因为德国 我是觉得未来 我们能够做 我希望说可以够合到 文化部和教育部 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历史 技术 可以传递到 进入到我们的土地 进入到我们的乡里 进入到我们的学校 进入到我们人民的 生活的日常 是 因为这很重要 所以我在看 去德国 策略的时候 特别是他们的柏林 他们是把历史记忆 相在你的生活的周遭 我举一个 他们在1992年 有一个耶稣家 他提出一个绊脚石计划 绊脚石 什么叫绊脚石 就是一个正方形 十公分 乘十公分宽的一个石头 石头的这边是黄彤 黄彤上面 就聚起了受难者 就是犹太受难者的名字 他住在当时出席 他命定的最后的命运的终局 被枪杀 被自杀等等 把这个石头镶在 这个最后的受难者的 最后的他的住所的外面 有的是在墙上 大部分在地上 这叫绊脚石 像说你走到那里 怎样有一个东西 你就好奇 你就蹲下去看 这个叫绊脚石 让每个受害的犹太人 被记得 就是你用绊脚石的概念 让你经过这里 你好像被绊到 你会蹲下来 想去了解 生活的周遭 就在生活的周遭 我们希望未来 我们也可以 把这样的历史记忆 透过各种各样的 艺术的创意 让他能够进入到 我们人民的生活的周遭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新台湾和平基金会的 董事长王美秀 大家也知道美秀 她其实是 顾宽敏先生的夫人 顾先生这样走多久了 一年多 时间过得很快 一年多 大家都很舍不得 我记得他办 纪念会的时候 我去的人 我记得是在 胡华文道会馆 去的人是蛮做的 大家对他很怀念 就是说 那时候他对台湾 也很有理想 那你那准 你是做自理晚报的记家 后来结为夫妻 你们两个 是不是在意识形态 在很多的价值上 是非常的契合 所以促成了这一段的爱情跟姻缘 没有 你说得有点严重 主要是 正在上 正在上 自同道 这是真的 然后 对于比较文化性 跟历史性的速度 可能 可能我跟他 也不是说不一样 是说 他的重心不是在这里 他比较放在 这个 政治上的改变 对 他的力量 放在这里 我是 虽然我也会帮助他 我也会参加 政治上的 各种的运动 对 但是我觉得 要改变一个东西 我觉得 历史和文化 的力量 可能对我来说 比较重要 那个穿透力 比较重要 所以 着重的力量 着重的点 不太一样 但是你说 是不是 对我们自同道合 因为我在他的杂志 设一阵 新台湾 欧北新闻就刊 我做编辑主任 他是老板 对 就这样子 被他盯上了 被他盯上了 他是个浪漫的人吗 我觉得他的浪漫 是在于他对台湾的情怀 他生活上 不是很浪漫的人 真的吗 他让你感动的点 是什么 我觉得他的很帅真 帅真 他的高兴是很帅真 这面我感觉我很败胜 政治的那种坚持 和理想性 那个当然是没话讲 就是说 他觉得他要做的事情 他都跟我说 政治的事情 去做不一定会成功 但是我们如果不去做 就是灵 去做就做得好够 这句话影响我很大 对 所以 你会完结吗 会吵嘴吗 当然会 真的吗 为什么是 很多啦 夫妻哪有不吵架 而且他的逻辑思考 跟人比较不一样 对 所以有一次我跟他完结 我就好气 去到就没有地方发泄 我就不讲话 我就很想气 我不要跟你讲了 他就坐在我前面说 没关系 没秀 现在换我跟你讲 你不跟他讲 所以他不能跟你讲 他说他 我不要跟他讲 他说 没关系 换我跟你讲 他怎么笑出来 什么事情吵到那么厉害 没有 忘记了 忘记了 OK 所以你也拿他没皮条 对 高兴也是很高兴的 对 他有赤子之心 一直到九十几岁都还有 对 我记得到他比较 就是 可能他也知道自己 时日不是那么多 所以他有很多的理想 就一一的在交代 也是一个 很感动 很幸福 欠败的人 美秀现在也在 之前基金会 继续推动 是 OK 那这个改天再聊 好 我们今天非常难得 邀请到新台湾和平基金会的 董事长王美秀 感谢美秀促成了 519白色恐怖记忆日 这个大家一起促成的 大家一起促成 主要以你为主 因为你是召集人 那感谢你 感谢宏宇 谢谢大家 好 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